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批准擴大自動駕駛的的士 在三藩市服務範圍後 三藩市也推出自動駕駛巴士服務 張晴鳳報導 免費的自動駕駛穿梭巴士服務 每天都沿著一條名為LOOP的固定路線 圍繞金銀島運行 這裡以前是海軍基地 LOOP路線設有7個站 連接住宅區、商店和社區中心 這個島上有近2000名居民 自動駕駛巴士將會一個星期營運7天 由早上9點至晚上6點 每20分鐘就會有一班車 三藩市推出這個自動駕駛巴士試驗計劃 是要評估自動駕駛車輛 可以怎樣輔助公共交通系統 營運自動駕駛巴士服務的BEEP公司表示 雖然巴士是自動駕駛 但車上仍有一位工作人員 可以在有需要的時候 用手動控制器操控巴士 因此乘客不需要擔心 巴士自動駕駛系統失靈的時候 會有危險 這名乘客第一次乘搭這種巴士 26台記者張晴鳳報導 BEEP BEEP 感谢观看